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屋子里传递而来 当爹的你看看你平时都不管他是吧 他 他写的这些下流东西 他不是跟你学的 你 是不是还想把在外面乱搞那一套 也搬到家里来啊 我 我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养你们 你这家伙还对老子说声道似 你有毛病吧 怒骂声 惨叫声 破碎声 还有其他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声音 一起的在你耳内发散聚合 你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而在争斗中你的日记也被甩飞了过来 静静地摊开在你的面前 9月12日 周一 晴 今天的天气很好 我在放学的路上看到小红了 我想跟她打招呼 但是被另外几个人打断了 他们不让我和她说话 9月13日 周二 晴 今天的天气很好 初中的题真的难起来了 又被老师骂了 很难受呀 不过我今天看到小红 她笑得很开心 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我也好开心啊 9月15日 阴 周四 大雨 今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是运动会彩排的时候下起来的 不少的同学都被淋湿了 还好因为运动会彩排 必须要穿校服 大家都有可以换的衣服 老师 组织男女同学分批换衣服 我看到了小红打湿的样子 真好看 9月17日 周六 晴 今天是周六呢 天气真好 但是我不是很想出门去玩 作业还没有写完 大纲和阿杜 也经常在这附近 他们老是欺负我 嗯 决定了 今天不出去 9月18日 周日 阴 小雨 今天再下雨 爸爸老是在中午 就喝得醉醺醺醺的回来 骂我像头猪一样 只知道待在家里 让我滚出去 说看到我就烦 我在楼子里坐了一个下午 我看着雨点 他们会不会也是被 冷呢 你没有必要如此强撑 9月19日 周一 阴 好难受 今天好像做了很多梦 醒来的时候 浑身酸痛 是感冒了吧 不过看到小红 她活泼的样子 我的难受 也少了好多 今天得努力了 不能让老师再骂我了 9月21日 周三 阴 今天的天气很糟糕 我看到了大纲 他们和小红聊得很开心 小红好像从来没有笑得 这么好看 心里好难受 说实话 我真的很可怜你啊 你知道吗 你的父母很讨厌你 你喜欢的女孩 也和那些小混混走得很近呢 需要我来帮助你吗 9月23日 周五 请 今天的身上终于没有这么痛了 可能是因为昨天爸爸没有回家 睡了个好觉啊 小红今天也和我搭话了 我请教了他不少东西 很开心 很舒适 很快乐 啦啦啦啦啦 9月23日 周五 阴 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妈妈一个人在客厅里哭 9月24日 周六 请 爸爸今天回来了 妈妈按照惯例和他打了起来 说他的身上有很明显的骚尾 我想我只有跑到外面 躲开他们 9月25日 周日 云 昨天我看到阿渡和小红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去了 他们好像在 接吻 阿渡的手在小红的身上揉来揉去的 他们把裤子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为什么还有一点兴奋 我也好想像阿渡这样 真的好想 我要释放一下自己 小红他真的好漂亮 9月26日 周一 请 小红跟我说 别让我再用恶心的眼神投窥他了 他很恶心 恶心的想吐了 我有吗 为什么 9月28日 周三 阴 班上的女生 不知道为什么 都开始躲着我 看到我就尖叫 偶尔 看到他们对我窃窃私语 我做错什么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 9月29日 周四 请 他们说 我一直在偷偷 看小红的照片 我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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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我真的很想和小红 为什么 9月30日 周五 阴 快要国庆了 假期过了就会好了吧 大家都会忘了吧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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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 等你 我没有 我没有 谢谢观看